好 大家好 今天是2022年的6月1号 今天是星期三 上午的11点30分 这里是新闻大事件节目 我是主持人冯玉 我们今天在新闻大事件节目当中请到的是我们的资讯媒体人 王熙达 达哥 做客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我们首先在线上请到达哥 达哥 你好 冯玉 观众朋友大家好 达哥 咱们今天跟您来一起聊两个话题 咱们一个来看 那么首先第一条新闻 我来看一下今天给大家带来第一条消息 那么第一条消息其实讲的还是跟德州的枪击事件有关 为什么呢 其实德州这个枪击事件看起来好像是已经过去一段时间了 好像是稍微的平息一点了 但我们发现最近好像我们在媒体上看到一些消息跟新闻 这个德州枪击事件的现在重心是稍稍有所转移 包括我昨天在ABC News在很多美国主流媒体网站上看到的 说这都是在讨论关于警察在执法的时候的一些问题 咱们今天要跟达哥一起聊一聊 首先我想问一下达哥 您当时就是我相信您这两天也看到类似的消息 就是说现在对于当地的执法部门 在当时这个枪击案发生的时候 有没有及时的赶到现场当中去对这些老师跟小孩去进行一个解救 是产生了一些疑问 当然我们知道其实当也是在进行一些调查 但是您对这事怎么看达哥 我觉得就像你说的 大家有顾虑对于警察没有及时的冲进学校解救孩子 但是当时具体的情况目前还都不是很清楚具体的细节 所以我认为它可能是一个舆论一个关注的一个点 但不是最主要的 我觉得目前来讲就像你说的 这个整个事件 它的最根本的话题应该集中在如何去控枪 如何杜绝这种事件再次发生 那么昨天我到也是到附近的学校走一下 看到学校里停了很多警车 我当时觉得这不是一个正常的社会应该出现的 就是为什么学校里会有这么多警车 当然了有可能在这个大的环境下 当地的校区可能为了学校的安全 就布置了大量的警力 就是即使没有这种恐怖袭击的威胁 那么也为了防患于未然 就万一不要出现什么差错 对吧 所以其实如何保证整个社会的安全 如何去控制枪支的泛滥 如何杜绝这种大规模的杀战事件再次发生 是这个新闻应该去探讨的 那就像你说的 现在整个舆论呢 确实把这个整个的焦点的往这个警察屋作为 等了很多 就言下自意 就是说如果警察早一点冲进学校 可能会挽救很多孩子的生命 但是这都是我们社会大众 包括媒体推断一样 现场具体什么情况 我们都不得而知了 对 这其实还是要去经过一些更专业调查 您刚才说您这两天去学校门口 就换就是您是送孩子还是怎么样 看到很多警车在学校 您是在这个华州我知道对吗 是的 因为就是说因为这个事情出来之后呢 校区呢就是听风就是雨了 对吧 他可能看到Facebook或者某些地方有这种威胁的言论 那么校区就以这个借口就会封闭学校 甚至呢要求警方派更多警察到学校 那么在这种大的环境 社会环境当中呢 警察肯定也会去极力的配合 所以呢 我说的这个点呢 是在于整个社会的这种 这种氛围让人极度的不舒适 让人感觉到生活这个社会里是不安全的 这点是很致命的 你知道吗 其实您说到这个让我也是有重感 为什么 因为我平常可能会去一些这个 化验品商店 像我们这边有这个REI 我不知道你那边有没有 反正就类似的那种大型体育品商店就逛 那我其实在前一段时间的时候 就发现我在去户外体育品商店的时候 他门口就是每天都日常 停个警车停在门口 你去看其实警车里没人 就停了个空壳在那 然后我就跟那里面店员聊天 我说怎么回事 他说 那个你知道 现在这个加州这边的盗窃啊 进店偷东西的 这个非常猖獗 没办法 他们店员本身也管不了 就哪怕是他们看到了 其实店员也很难去 当场去制止说 谁这样的什么行为 所以只能在门口 但是您知道 就是一个警察的警车停在门口 在里面没人 我去两次我都知道了 您说那些小偷什么的 难道不知道吗 就这样的行为到底 会有什么作用 或者说给咱们普通人产生 什么样的一个感觉 你可能会第一次觉得 相对安全 那你转变一想 一个正常的社会应该这样 就像您刚才说的 学校门口停了很多警车 这是一个正常的学校 门口应该有的样子 就是说这个问题 现在并没有得到解决 而反而是 我不知道门口停这些警车 里面有没有真 贺乡时代的警察坐在这 如果只是一个 咱们说就是一个空壳车 停在那 像我们我在今天 昨天或者是在这些 体用品商店门口看见的 那这个跟 咱们这不是自欺欺人吗 对吧 你里面又没人 真正发生什么事 你又不会说第一时间 是马上去解决这个问题 很多感觉好像做的是这个面子工程 但这个我们也知道 跟现在整个这个选美的大环境 还是有这个一定关系的 包括我就认为 其实现在 鱼顿那个风向在调查警察 我觉得调查当时 警察的这个执法问题 是有道理的 就是说这可能会在 以后的一些 比如说突发事件当中 可能会让警察的执法 去更加的完善 或者是 更能在第一时间 对那些需要去救助的人 给他们去施以帮助 但是呢 我觉得现在不应该把这个 整个的这种话题 好像是 转向了说 好像是警察当时没有 第一时间进去的错 这个事情 我们应该分两个问题 对吧 这个是 我就就像当时 其实您知道 在中国那个杭州保姆的纵火案 那个事情闹得非常大 我们知道到最后 那个悟患经被判死刑了 但是其实 当地的这个消防部门 和物业之间的沟通 在救助的空中当中 是不是出现了很多问题 当然也是出现了 确实出现了一些问题 但它不是根本的问题了 对 不是根本问题 但是这个其实就是 美国和中国的一个区别 在中国的话 你根本就没法去讨论 消防部 消防部门 有没有什么 在营救人员问题上 出现什么问题 这个是另外一个 但美国现在就是极端 就是专门去卡着说 消防部门 什么问题 而不去研究其他问题 我觉得两个 都属于出本国道理 对 没有去好好的研究一个事情 到底是为什么发生 发生以后 为什么有这样的结果 这个应该是分成两块 去聊的 对吧 对 没错 它作为 我做媒体的呢 我们其实应该有责任 去把这种 这种关注度 转移到它正确的角度 我们都知道 发生这种 德克萨斯州 这种校园枪件 它无外乎有两大 根本的原因 就是枪和人的问题 对吧 人的问题和枪的问题 其实都是可以去 做讨论 而且都是有 可以实行的办法 去控制或影响的 比如说人的问题 我们知道 这个孩子才18岁 对吧 18岁在美国 连买烟或买酒 都不够年龄 他居然可以买到 两支自动化的步枪 而且弹夹 还是那种超长的弹夹 可以 就这种孩子买这种枪 他的原因 没有任何人去 当时没有任何质疑过 包括电源 他的这个背景调查 也被顺利地通过了 而且他当时呢 其实也有很多 在学校的偏激的行为 这种背景调查 有没有意义 未来会不会建立一种 更完善 更严格的一个背景调查制度 这个是大家需要去讨论的 我们都说对 枪不是主要问题 是人的问题 但是人的问题 你怎么解决 你没有一个好的办法 你把这舆论导向 转移到警察身上 对这个问题解决 没有丝毫的影响 此外就是枪的问题 我们都知道 一谈的枪 就是第二宪法修正案 对吧 人民用枪的自由 说人民用枪 是为了反对暴政 但是那个是 200多年前 建立的一个制度 一个政策 我们到现在呢 他肯定有讨论的空间 而且有修改的价值所在 比如说200年前 当然了 如果民兵有枪 他当然可以反对暴政 那你现在人民 即使你有枪 当国民警卫队 或者真正军队 坦克装甲车 开到街上的时候 你对他有什么反抗的价值吗 你也没有 对吧 所以呢 这些空间都是可以讨论的 但是美国呢 没有人 就是像奥巴马 在他任期发生这种枪战的时候 奥巴马当着数亿观众 全世界人民面 他流下了眼泪 包括拜登也是前几天 也数度哽咽 而且到德州去看了孩子 参加教堂的MISA 但是这个都不解决问题 你是总统 你有行政权 你有 而且你现在国会 你就是绝大控制多数党 你有责任跟权力去改变一些东西 但你并没有改变 我们都说在美国可能控枪禁枪 禁枪当然不可能 但是控枪你是可以做的 而且就在昨天 加拿大政府给美国的政客 着着实实上了一课 加拿大政府宣布在全加拿大进行严格的控枪法案 包括禁止出售买卖 贩运这种有杀伤力的手枪 包括手枪 以及将在未来一年内开始收缴民间存在的大量的这种有攻击性的步枪和一些杀伤性武器 而且以后会有更加严格的一些控制 而且包括一些步枪 我们都知道北美人 白人或者一些援助的一些老美 他之所以喜欢枪 就是因为他可以打猎 或者做些娱乐活动 加拿大政府好说你是以这个打猎为目的 但是你步枪的弹夹不能超过五发子弹 所以你看看加拿大政府做的每一件十的事 都是可以控制未来的一个悲剧产生 但是美国政客就在这边互相吵闹共和党民主的争论 什么枪的问题人的问题 然后再把媒体第四级 再把整个的舆论的导向警察方面 我觉得其实是蛮可笑的 其实这个也是现在整个社会的问题 当我们看到这样一条新闻的时候 比如说昨天我们看到ABC新闻 他说现在当地的审查部门 在调查关于当时警察执法问题的 是不是恰当这样的一些调查 那我们就把目光转了 要不你又看新闻 就是说看拜登 前两天跟我们知道拜登跟他老婆 跟吉尔拜登两个人去德州 掉眼泪去了 就是说当我们看到这些新闻的时候 到底有多少是真真正正能够 让这一起事件 咱们说别说当做一个教训吧 就是说能够在这起事件当中 我们学到什么东西或者是有所改进 我们当时以为好像说 能够产生一些改变 对吧 今年已经发生大规模强心事件 光我们在节目当中说 都不是一次两次 那这样的一次事件 又一次发生以后 是不是在咱们说最后 您要是想改变什么东西 还是得通过法案 那法案这个跟政治是划钩的 那政治背后又有很多利益 集团在里面互相的去拉扯 那到底这一次能不能齐心协力呢 怕咱们别说 非得说是去有什么大动作 至少一小步 对吧 那也是一个改变 但看起来好像 这事过去以后 现在又不了了之了 这个是我觉得可能 比较悲哀的一个事 感觉好像跟历史 我们回望历史 您刚才说 奥巴马当年在枪击的时候 掉眼泪了 眼泪掉过以后 到今天好像也并没有什么变化 看到这个舆论呢 把这个事件的这个风向 左拐右拐 左拐右拐 拐来拐去到最后这个事 其实就不了了之了 在人们的每天 谈论当中 其实到最后 都是在对这个事件 本身就是一种 在怎么说消耗 消耗久了以后 其实说实话 我现在在节目当中 去谈那个事 好像去讲空江吗 对吧 好像也感觉有一点疲惫感 那如果你去跟一些 比如说有这个政治立场的人 去聊这个事情 很多人就会把这个事情 扯到政治问题上 为什么批评德州警察 这肯定是民主党的 为什么 就是当你想这个问题的时候 大家没有在为这个事件 本身真正的去想到说 就后面死了 这些孩子 可能也老实 这一条线或人病 到底是为什么 应该怎么感觉不想 想的是阴谋论 想的是 想的是党派的利益 对 想的是党派的利益 所以这个是我觉得现在 非常非常可悲的这样的事情 我们生活在美国 大家都知道 这个美国的治安 确实是跟之前比 咱别说太久了 我就说拿十年前比 反正都是 不能说天差地别 但至少我们能感受到 非常非常明显 就美国的治安环境 是每况愈下的 没错 那么到什么时候 能迎来一个反弹 我们说经常的说 到谷底才能反弹 那谷底在哪 现在就是一次一次 这样的事情 包括我们生活在加州 华州这样的地方 就是有的时候 我跟您刚才说到了 去门口看 一个警车 空壳警车停在店门口 这样的行为 这种行为 真的是让我觉得 很可笑的 也可悲的一种现象 对吧 挺可悲 也挺可笑的 我就是 作为世界第一大国 我觉得这样的事情 其实 这些制定政策的人 或者是生活这个国家的百姓 你说百姓会怎么想 制定政策的人 你看到这样的情况 你会怎么想 那天我还在想说 我们生活在什么 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 号称最发达的国家 之一的美国 对吧 那我们的孩子 每天去到学校 还要担心 说要不要去进行 一个这样的演练 逃兵 不是因为地震 不是因为火灾 而是因为这个 如果有突然间 什么恐怖活动 枪击事件 这其实是非常 怎么说 让人觉得有点魔幻 我觉得 你也提出了一个 特别好的观点 就是整个的 这个美国社会的发展 我们确实到了一个 该反思的一个时候了 就是从几年前开始 也可能是 因为党派的这个 利益的之争 美国群众运动兴起 对吧 群众运动兴起 又造成了人民 跟警察之间的对立 那警察当年也有反弹 所以今天发生这么多事情 社会安全问题的事件 不是偶然的 也不是怎么说呢 就是说 是某个人引起的 这是整个社会的 一个变动 因为一旦人民运动 走上街头 每个两党之间 因为各自利益 去做一个诠释的话 他去不煽动自己的 一个基本盘 那么前一段 你可以看到这个 不管是 Black Lives Matter事件 还是包括一些种族事件 还有警察滥用职权的事件 当他变成一种街头运动的时候 就会人起了 这个社会民众的对立 包括两党之间的对立了 那么现在呢 而且尤其的媒体 又扮演了一个 非常不好的角色 你想想前一段 伊隆马克思出来 就抨击美国的媒体 带有非常严重的政治倾向 确实美国作为 第四级的一个媒体 他本来应该是 帮助人去了解真相 结果我们可以看到 包括在总统大选 包括现在的这个 整个的社会运动 包括现在枪击运动 每个媒体都在帮助 自己的利益集团 在说自己的话 各搜各话 最后没有解决任何问题 对 这是我们今天 关于这个第一个问题 咱们也是提出了一些意见 大家可以去思考思考 就是说关于 我们现在把言论的风向 大家都在关注 这个警察的执法问题的时候 可以思考一下 还有是哪些人 真正在关心警察的执法问题 用哪些人是真正的在 说这个事情 我们以后怎么样去避免 或者是让他做得更好 因为这个第一问题的根源 我相信一定根源根源 肯定不是警察的执法问题上 当然警察的执法的 当时是不是恰当 是不是及时 这个一定是可以去进行一些讨论 以及调查的 但这个并不是 现在整个我们去聊 这个枪击 聊校园枪击的 这个最主要的核心的 一个去讨论的点 这是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 第一个话题 咱们再来看一下 这个第二条消息 那么第二条消息 其实是跟拜登还是有关系的 您刚才也说到了 现在美国人 咱们说 一发生这样的枪支问题 就是两个点 第一就是枪 第二就是人 那人呢 我们说人 我们知道 都是根据自己脑里想什么 就做什么 我们知道 其实在疫情之后 尤其是在经济越来 每况愈下的 这样的一个环境之下 其实人的压力会是变大的 那么正常人可能会通过一些方式来缓解 或者自我消化 或者通过跟亲朋好友聊天 出去游玩 但有些不正常的人 可能他就会做出一些极端的举动 那怎么样去解决 咱们说这个人的精神问题怎么解决 这个其实 这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说 我能把这个所有的人的这个精神问题都解决掉了 那就成了都成机器人了 然后一个主机在控制 所有人想法都一样 这不可能的事 对吧 但是呢 我们也可以想想怎么样 让人能相对的活得舒服一点 那这个就涉及到咱们每天生活了 我们知道疫情之后 包括现在美国通货膨胀 其实很多人包括 尤其是中低收入家庭 那人的压力非常大的 对 那其实这个也是拜登现在政府面临最大的问题 就是通货膨胀问题 我们看到每天的油价 看着每天高昂的物价 对吧 压力大 这是很正常 那么拜登政府怎么解决呢 我们看到拜登在本周一的时候 是发布了 我管的叫三步走吧 拜登说了三个观点 拜登反正总的来说 就是说 这通货膨胀问题啊 可是我现在面临的最大的这个经济问题了 我一定要是去解决一下的 于是呢 给出了三个 咱们就姑且叫做解决方案好了 达哥给咱们介绍一下 是 也就是昨天呢 我也看关注了这条新闻了 就是拜登 他希望三步走 第一步呢 就是配合美联储 就是他支持美联储进行一系列的假期 这个活动 当然这个 它的是一把双人舰了 对吧 第二个步骤走呢 就是说 他会降低一些人民生活的这个 living cost 就是生活成本的一个价格 包括汽油 包括药品 食品 各方面 他列了一大堆 说要逐渐的取消 也包括这个供应链的问题 他也要解决 包括像 海港积压能货物 他怎么能够建立成本 把这些货物运出来 对吧 也解决这个卡车司机短缺的问题 第三个呢 他可能就谈到税收 税收呢 一方面 他也希望能够降低企业的这个负担 但是另一方面 他希望对那些亿万服务们进行征税嘛 那么 希望从这些能够降低政府的一个测制 来实现这个 推升这个大众产品资产价值 然后起到一个降低这个突破膨胀的一个因素 无外乎就三点 但是你看了三点之后呢 觉得 除了第一点之外 后几点都老生常常的好 老生常常的好 就没有任何的一个计划出来怎么去做 我们都知道 第一点他当然可以做了 就是提高利率嘛 而且每次都是50个基点的提高 争取在未来到9月份之前 把这利率能提高到2% 这种规模的时候 我们都知道美国这个货币 他提高利率对全世界影响都非常巨大的 你包括 因为他是 不仅是很多国家的外汇储备货币 同时也是很多像石油 这个大众产品的结算货币 他这个利率的一个调整 整个的社会经济秩序都要受到巨大的影响 那么美国这边呢 产生最大的一个作用就是 你看到这个债市跟股市啊 包括未来房市都有可能出现巨大的波动 现在看到的股市呢 我们也知道了 从拜登政府上台之后呢 这个股市已经阴跌了 连续跌了 大大小小已经超过30%了 前几天我想国内也都看到一些了 就是一夜之间像苹果谷歌 Amazon就大型企业 一晚可能蒸发了数万亿人民币的一个资产 所以可想而知 我觉得三步 第一步虽然有用 但是也不能一直用下去 而且怎么用 还需要两方进行一个主要的一个磋商了 这是我的一个观察跟判断了 因为其实就像您刚才说的 我看了这条新闻以后 我也看了拜登这个三步走 就像您刚才说的除了就是说在美联储 因为其实昨天下午 拜登还跟耶伦 还跟鲍威尔去进行了一些一次会面 谈了一谈 这也是应对了他礼拜一说的 我要在双方都找一些叫资深的人 有经验的人 我们再来 然后来一起来定一些计划 那耶伦一个对吧 鲍威尔一个 这两个是确实是资深的 两个大佬 再来谈 然后包括一些其他的计划 可是就您刚才说的第二个第三个 像一些什么可负担住房啊 这些东西 这都不会在短期内有任何任何的效果 我甚至可能说咱们说到2024年 说不定咱们都不会看到那些 所谓的这个清洁能源计划 还有他这些可负担住房的任何的效果 也就是说 其实说实话 除了依靠您刚才说的提高利率以外 好像没有什么任何办法能够去应对 这次的这个通货膨胀 因为这个是大环境 当然其实拜登在讲这些问题的时候也是 为什么通货膨胀 就是因为俄罗斯打仗 总结 我给大家总结一下 大概就这个意思 就是俄罗斯打仗 所以现在我们这么惨 然后又把这个矛头又指向了这个俄罗斯 反正就是现在拜登基本上 这是他的这个三板斧 指向中国 指向俄罗斯 然后指向共和党 反正只要把这三个源头一直好 大方向对了以后 底下怎么说 反正问题就可以圆满的解决了 对 所以这个就是咱们今天 当然达克也是给出了一个自己的观点 就认为好像说 当然这周五今天周三 周五的时候好像拜登还是会去发表 就是会通过一些具体的一些细节 咱们到时候再看 不过就从目前我们得知的 这个叫做三板斧也好 还是三不得也好 看起来好像说能够让咱们美国老百姓突然间 突然间 或者短期内能够得到一个什么真真实实的改变 可能性大家好像也别抱着希望 咱们今天呢 非常感谢大哥 足够到我们节目当中 我们今天时间关系 咱们这期节目就到这儿 那我们明天上午的11点30分 跟大家再见 拜拜 好 谢谢 再见